下面我们来讲解一下双臂波红管切割机的使用与调整 当我们在使用切割机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现有的管材放在切割机里面 来用夹紧块来把管子夹住 保证管子在切割机统壁的中心 当我们在生产不同管材的时候 这个夹紧块的距离是需要重新调整的 我们在调整完夹紧块以后 在生产不同规格的时候 我们对刀需要进行调整 当在生产不同规格的时候 我们首先把固定刀架的螺丝松开 把刀架调整至固定到刀柄距离统壁 大概在一公分左右 然后来调整刀与管材的距离 首先我们把固定刀的顶丝松开 调整至刀尖距离管材外近五公分左右 然后我们再需要调整一下 两把刀尖之间的距离 就是我们需要切掉管材的部分 双密绷管切合机 每当我们在生产管材或者是不同管材的时候 夹紧块的动作 首先是下夹前动作 然后是定位夹 最后是上夹动作 我们在设定数值的时候 也是一样 下夹的数值是最小的 然后依次是定位夹紧 最后是上夹的数值最大 切合机在摆放位置以后 然后我们有两个接近开关需要进行连接 然后我们这里也做了区分 颜色也做了区分 我们把开关连接好 下面我们详细介绍一下两个接近开关的实际应用原理 是应用原理应用场景 首先我们把切合机打到自动状态 然后这个粗的开关 胶粗的一个开关 是桂林开关 另一个胶细一点呢 是技术的 那我们来现场来演示一下 切合机技术开关 我们是装在成因机 测速的这个尺的位置 然后固定支架和这个一样 每当这个尺感应到这个开关的时候 这开关就会挡量一次 开关挡量之后 切合机的屏幕会数值会加大一个 但是这个数值 有效数值是在归零开关挡量以后 技术开关技术的数值才是有效的 切合机规定开关一般就装在 执行机的这个位置 只要保证 破口在进切合机滚筒之前 规定开关挡量 切合机均可自动切割 敏换